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相信你们在家里 都有圣灵来带领你们 祝福你们 身体健壮 感谢主 好 要多一点洗手 然后呢 不要去外面太多逛 不要常常见人家 也不重要的 暂时不要见 然后让我们过了这几个月 希望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情 很快就过去了 好 我们一起来阅读神的话语 今天呢 我们要看在圣经 很有意思 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的了 好 我们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的话语 求你的圣灵 带领你的仆人 让我们讲到的 听到的都得到造就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很多人呢 都忘记了这个经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当我们新了耶稣之后 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们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们因此相信耶稣 我们拥有蒙 饶俗 被称为义的身份 这个很重要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悔改 我们奉耶稣的名受洗 然后我们被圣灵充满 讲起别国的方言来 我们要尽量的过多圣洁的生活 那我们的身份就被改变了 我们就变成一个被着俗的人 然后呢 我们不再是罪人的后裕 不再是罪的奴仆 乃是被耶稣基督的保险 所洗净被称为义得着的身份 那你说李牧师 那我就不变成一个义人 不犯罪了 不是 我们信耶稣之后 我们信赵的人 那当我们每一天阅读神的话语 和神沟通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会带领我们 以前我们很唠叨 以前我们不老实 以前我们脾气很暴躁 以前我们很自私 信主之后 圣灵慢慢地改变了我们 信主之后 我们心里面的灵呢 突然就变成很温和 以前很凶巴巴 脾气很暴躁 以前 只要看朋友在一起吃饭 就要摆架子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信主之后 我们的身份被改变了 所以我们已经明白自己是蒙着俗 成为义人的身份 那当罪来诱惑的时候呢 就能立刻抵挡说 退去吧 我已经与你无关了 我不再是罪的奴仆了 我是义人 因着耶稣的宝血 我已经蒙着俗惑 成为义人 所以不会被罪牵着我走 你说李牧师 什么意思牵着我走 我每一天 我的生命 都 我的生活都过得很好 我没有欺骗人家 我没有伤害人家 难道我是一个罪人吗 是的 你和我都是一个罪人 以前我们罪人的时候呢 好比说啊 男生啊 在外面喝喝酒 然后去不好的地方 哎呀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什么关系啦 太太在家里 他们不知道 那信主之后呢 就不爱到这种地方去了 信主之后呢 我们的嗜好被改变了 那 我 最近啊 在新加坡 我看到了一个 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情啊 一个男生 突然间 警察 然后医生们到他家里面 去抓他出来 然后把他送到医院里面 那到医院的时候呢 这位男士呢 就被医生检查 到底他是得到了 新冠肺炎的疾病吗 连他的太太 他的孩子 你啊 都一起带到医院 在新加坡 这个发生真正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男生 几个星期前 和一个 妓女睡觉 然后 这个女孩 得到了新冠肺炎的疾病 然后她的工作 就是晚上陪男生睡觉 然后最后找到这个男士 所以警察一生 就到这个男士的家 去把整个家属 太太 丈夫 孩子 你啊 四个人 一起把他直接送到医院里面 去检查 你看 丢不丢脸 太太 真的不敢想象 孩子 女儿 知道爸爸 到外面去逛 去找这些不好的女孩子 那 这种叫做 生活吗 这个不是生活 这是丢脸 这种是非常 可悲的一件事情 新冠肺炎的疾病呢 当她跟这个 这个女孩子 睡觉的时候呢 可能已经 传染到她了 所以又怕 她的太太 孩子们 女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 姊妹 我们信主的人 不能够到这种地方去 我们信主的人 不能够到这些不好的地方去 是对我们有利益 神很爱我们 我们有一个太太 一个丈夫 就够了 不要去看这个世俗的人一样 去在那边吃喝标堵啊 到这些不应该去的地方 所以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就可以被改变 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人 当我们有了抵抗力 就能胜过罪恶 那 我们就不明白神的真理 一旦罪的诱惑来临时 就会因为我们没有抵抗力 而被罪牵领着我们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被定罪了 因为是生命的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 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 所以 因为我们已经被释放了 即使魔鬼以罪来诱惑我们 朋友来带我们到这些地方去 仍然可以抵抗 因为我们是有圣灵来带领我们 我们不再是罪人了 所以不会成为罪的奴仆 要切实明白 自己既有公义的身份 因为耶稣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抵抗这些诱惑 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告诉我们的肉体 肉体啊 现在不是你在做王 是我 我基督耶稣 在我里面做王 我不会到这种地方去 我不会抽烟 我不会吸毒 我不会去 酒吧 我不再喝酒了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慢慢的 变成神的儿女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罪的奴仆 所以刚才我告诉你那个故事 在新加坡发生了 很可怜 也很可悲 也很羞耻 为什么呢 整个家属都知道 她丈夫到外面 没事做 去找这些不 不应该去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肉体的诗意 是会把我们 拉到第一里面 最怕的是第二次的死 而不是第一次的死 所以我们成为一个人 我们要相信耶稣 当我们接受耶稣 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 救世已过都变成新了的 新了什么呢 你的情意会被压倒 你的思想会被改变 你以前不爱你的太太 你会变成很爱你的太太 你以前不疼你的丈夫 你会变成很疼你的丈夫 那天不能够原谅人家 现在呢 你很容易的原谅人家 宽容 是耶稣要我们做的 饶恕 是耶稣来饶恕我们 来拯救我们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就有耶稣的灵 来带领我们 一步一步的跨越 这个圣洁的生命 然后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到天堂 以他一同在 这个世界 我们活在这样子 人生几何 对不对 几十年这样子就过去了 就算你能够活到95岁 邓小斌活到95岁 总有一天都要离开了 没有一个人 不一定要离 不说我不要离开 这个这个世界 我不要离开 没有一个人说 我不要死 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死的 那问题说 当我死了之后 我到什么地方去 你信了耶稣 你就有保障 你一定会回天家 所以希望你可以打开你心门 接受耶稣 他很爱你 他很疼你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谢谢主 这种姊妹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们 当我们接受你的时候 主 我们变成新教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的 主啊 从你圣灵 带领着我们 牵领着我们 服侍我们 让我们可以 过着圣洁的生活 靠着你圣灵 让我们可以战胜 我们肉体的私益 我们感谢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 再次把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领袖 医生 夫事们 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 希望你可以祝福 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很快的 度过了这个 这个疫情 让我们可以战胜 这个疾病 感谢我们 祝福主 潜优优优独播剧 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领袖 我要養生讚美 說過了確定 我要養生讚美 我要養生讚美 今天不知道會確定來讚美他 我要養生讚美 讚美是我的武器 我要養生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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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我的求定人結 我要養生讚美 誰都不想和我 我要養生讚美 誰都不想和我 我要養生讚美 我要養生讚美 誰都不想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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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歌唱 就像在風暴之中 我要養生讚美 還知道充滿全體 從未盡之中 我要養生讚美 模 Tag8 會 看月 ходит美 好養生讚美 不要養生 我養生讚美 死亡已溃败 只亡已复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